我們現在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OneNote的部分 那麼OneNote的部分 其實它算是目前也是國內的廠商 其實平台現在翻轉學平台蠻多的 國內外都有蠻多的 只是說在OneNote這一塊我覺得 因為國內廠商 所以我們在溝通上 或者是一些使用習慣上都還蠻不錯的 第一個像現在都比較強調所謂的翻轉學習 那到底翻轉學習能夠做到哪些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跟老師現在平常的這種教學方法有什麼不同 我們先看看這邊 像這個平台的話 第一個就是剛剛老師有發現到的 請問他有沒有有點彈性 對不對 你要註冊的方式還算蠻彈性的嘛 不用一般的信箱就可以 也不用什麼手機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說 他一個很特別的 剛剛老師也有特別提到就是 其實OneNote上並沒有太多 所謂的儲存空間的問題 也就是說其實平常老師會擔心說 我用的比如說教育部哪一個平台 還是用的哪一個機構的 那個平台 你是不是通常都要把檔案就傳到那邊去 那你要管理的或者是要做這個空間上 可能都會覺得這樣比較麻煩 那OneNote的部分 他是跟我們的Google雲端一碟整合在一起 所以今天老師如果您的教材 你想要怎麼樣發布出去 那您只要放 你最單純的就是直接放到您的雲端一碟上 您自己統一管理 今天我不想要公開了 我不想要把這個教材放出去了 我就直接從玩弄那邊取消共牆就好 不是 從雲端一碟取消共牆就好 所以您是自己統一管理 不用擔心說我的教材一下放那邊一下放那邊 空間夠不夠 那就是由自行 您自行決定 我們學校應該有Google的那個貸款信箱 對不對 請問空間多大 無線 對啊 就是無線 這樣不是很好嗎 老師你都沒有用 我有用 我們學校也有用 你看在這裡 有線跟無線插在這裡 如果老師用的是一般小老鼠Gmail.com的 這裡是寫剩多少 如果是這裡的 只有用多少 不一樣 題目不一樣 那所以老師就可以盡情的用啊 對不對 蠻方便的 那再來就是說 您也可以透過什麼 訂閱的方式來做學習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看到的 其實這個平台上不是只有我的 有好多老師 已經有把教材建在上面了 您除了可以自己建的以外 也可以引用別人的 當成您的教材 好 當成您的教材 所以在備課上就比較多 比較方便 再來呢 我們剛剛有看到 他有課程 有群組 所以呢 我們會有比較多的互動 跟回饋 那這個地方 可能要老師大家體驗一下 你才比較發現說 哦 原來 現在用這種方式來教學 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方法 好 那我們再往後面看一下 這位老師認識嘛 對不對 太紅了 紅到 不過重點是 就是 熱忱啦 還願意 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 在這個one note裡面 在one note裡面 我在應該是去年暑假 有幫他錄一系列的教學影片 好 教學影片來告訴大家怎麼使用 那麼您可以到我的部落格 在這邊 您也可以從我們的one note 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可以連到我們的部落格 好 從這個地方 待會呢 我會把我們上課的錄影片 就是邊上課邊錄好 我就傳到雲端硬點 老師可以從這邊直點點進去 好 點開 你就可以直接同步 好 就同步換過來 這樣OK嗎 可以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還是有點麻煩 沒關係啦 我有杯關鍵字 你就打 這樣有看到 我今天有杯關鍵字嘛 欸 老師幹嘛要行銷的 老師要行銷一下啊 不然我要去哪裡上課 我要到處亂跑嘛 所以 如果你這樣也可以找到 好不好 那您進來之後呢 在我這邊有一個one note翻轉決定區 您點開 來 裡面有 我平常就是有公開的這些群組 像我們今天上完課 我們的群組我就會公開了 那另外呢 我有開放的課程 也就是我的教材的部分 教材的部分 我也有把它列在這邊 你也可以直接從這邊進去 另外就是我剛剛講的 錄製的方式 就是錄玩弄教學 欸 你怎麼註冊 再來 怎麼做學生的學習 欸 他怎麼加入群組 怎麼看教材 怎麼參加測驗 那這些呢 我都有加字幕喔 我字幕是分開的喔 所以除了我有講解 要加入班上的群組 有兩種方法 字幕打開 如果老師的課程 這樣OK嗎 可以分開 我字幕是分開的 我只是把它放在一起 加入 這樣可以 好 那另外呢 跟老師比較有相關的 就是這個備課啦 你要怎麼做備課 怎麼利用玩弄來做備課 好 這裡我有把它提到 再來就是像我們這樣的群組的 所謂的班級的經營 好 那等到老師比較熟悉之後 你就需要高手來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會需要有 不同的情境的問題 這時候就可以參考一下這邊 好 這樣的方式 那你再使用玩弄就會比較容易 OK 那這個是 先跟老師簡單稍微介紹一下 所以我在這裡面 就是把這個教學影片裡面 有的那些內容 稍微簡單跟大家稍微介紹 這樣老師還OK嗎 這樣 這個是 玩弄它比較好玩的地方 那再來玩弄一個很不錯的優點 就是它的使用上來說 不會怎麼樣 太複雜 對老師來說應該會發現 這個 你也要把它燈系統也好啦 反正 不用一個小時 你就會了 真的 這個是給大家參考一下的